大家好,我是賴斯拉 上一集,留言區有一位朋友 就問及關於 如何將內地的房產 給子女繼承的問題 而且較早前有一位朋友說過 在我這個平台留言的人 大多數都差不多可以拿下郵卡 那我就看回Youtube給我的數據 發現原來真的有一半人 在五十多歲以上 而且有八成多的觀眾是來自港澳 即是可能比較多人 不太清楚內地房地產的新規 而且又有需要知道有關房產繼承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在這一集 和大家概略說下這個話題 而且有關的內容 對於二手房買賣方面都有影響 所以打算買二手房的買家 都要留意一下 數據顯示 目前房產已經佔據了 內地家庭財富的七成以上 所以父母將這一份財富 轉移給子女的名下 必須要很小心處理 否則很容易造成家庭的爭拗 甚至決裂 基於 內地人仍然都受到 傳統觀念的影響 子女要求父母去定立遺囑 是很難以啟齒的 父母又擔心太早把單位 轉到子女的名下 將來如果他們不孝順 那對自己就很無保障 所以上一代就很恩秦地 利用死後繼承的方法 將房產留給下一代 現時有一項房產的新規 上一代可以沿用 生前房屋買賣 和贈予過戶 的方法 將自己的房產 轉到後人的名下 又可以令自己的居住有保障 在講這一項新規之前 我想問問大家 尤其是想準備買 內地二手樓的准賣價 你們有沒有想過 買了一個單位回來 是不可以自住 又不可以收租的呢? 如果這種情況普及的話 二手市場的成交 會不會進一步萎縮呢? 這一項可以保障到 房屋轉移之後 仍然可以在原子居住 又對二手市場 帶來影響的新規 就是新增入去 文化典裡面的 居住權這條條例了 中國歷來首部文化典 在2021年1月起 就開始在國內實施 文化典共有7篇 1260條條文 當中的物權法 已經在內地實施了13年 我們一直都說 住宅土地使用權 70年年期戒滿之後 可以自動續期 就是源於物權法的了 而今次的文化典 就將第二篇的物權法再演進 新增了居住權這一項 物權屬性去房產裡 以往內地的房地產 只是分房屋的產權 和土地使用權 這兩種物權屬性 今年起就多了一個居住權 居住權就是指居住權人 可以在他人的住宅 享有佔有和使用的權利 以滿足他居住的需要 定立居住權是要定立書面合同 並且進行登記手續 原則上是無常設立的 居住權是有獨立性 即使房屋出讓之後 產權有變動 但也不能剝奪居住權人的權利 他仍然可以在那個單位居住 居住權是不能轉讓和繼承的 到居住權期限界滿 或者居住權人死亡 居住權才會消失 物業就可以由業主完全支配 所以居住權一經定立 就是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 聽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設立居住權的好處 就是房產的產權是可以轉讓 但是就不影響原業主 在原子居住的權利 例如年老的父母 可以將物業先行過戶給子女 同時又在那個物業上 為兩老設置居住權 這樣就可以保障兩老的居住需要 而且又可以避免出現一方先行去世 留下的另一方 又沒有樓可住的那種悲慘情況 又或者兩老先立下遺囑 將名下物業的產權分配給子女 同時又為老伴在那個物業那裡設置居住權 這樣就可以防止子女增產 又可以避免子女通過抵押 或出售單位以驅逐老伴 在居住權的安排之下 就能夠令老伴可以很穩定 安全地住有所居 直至中老 尤其是那些再婚的家庭 留下的配偶和小小子的子女 是沒有血緣關係 那如果預先定定居住權 就可以保障到維權的居住需要 又不會損害到子女 在房產方面的權益 另一個好處就是 居住權能夠以防養老 我相信有不少的買家 是花盡了一生的積蓄 去買一個單位來自住退休 但是萬一在後期 因為某些原因 手頭的資金不足 又或者生活很結局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有了居住權這一項新規之後 業主就可以將自己的單位 轉讓去給融資機構 並且在物業上設置居住權 這樣自己就可以得到一筆金錢之外 同時保證自己可以住在那個單位 直至到百年歸老 居住權這一項新規 是方便了有樓的人 將自己的房產分配和運用 但是對於買二手樓的買家來說 就要進行更複雜的程序 以往購入二手樓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查詢 房屋的權屬 檢查對方的房產證 產權是否清晰 又會看看 有沒有司法查封 有沒有抵押 房屋有沒有出租 租期到什麼時候 不過 有了居住權這一項條例之後 廣西高級人民法院明確表示 日後購買二手房 就要必備做一個手續 就是要查賊房屋 有沒有登記居住權 以免引致不必要的紛爭和損失 因為如果設立了居住權 新買家不可以拿來自住 也不可以用來出租 只要直至到居住權人死亡 或者居住權期滿 才可以拿來支配使用 這一類房屋因為流動性低 市場的價值也會大幅降低 所以我們買二手房之前 必須要去房管局查明自己心儀的單位 在以上各項的產權情況 缺一不可 否則就會吃虧了 居住權在中國 是屬於全新的概念 而且只實施了幾個月 所以是需要更多的司法解釋 和法律實踐 去將它完善和補充 暫時在市場上的個案並不多 不過有分析認為 物權法新增了居住權 將會成為內地壓抑二手樓成交的重要手段 因為在居住權普及之後 市場上就會越來越多 這些在使用自由度上受到限制的單位 自住的用家一般都不會考慮購入這類型的房屋 漸漸就會影響二手的成交量 無二 文化典設置了居住權 可以更靈活地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居住需要 又可以令到一些孤寡老人 寡居婦人等的弱勢社群 在住屋困難的問題上得到解決 可以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又能夠以防養老 令到一些年老的業主 不用擔心突如其來的生活危機 為他們派了一顆定心圓 都是一項很體恤民情的政策 不知道大家認為 在房產物權屬性裡 加多了一項居住權 對你們來說有沒有好處呢? 今次關於居住權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對內地房地產的繼承 和運用有更多了解 同時可以更小心處理二手房的置業問題 如果覺得我的頻道對大家有用的話 請你們訂閱、點讚和分享開去 讓更多人可以和我們一起去發掘大灣區的真面目 再見 再見 請到這一點 請看 有沒有到這一點 今天請休息一下 等一會兒